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太開心了 又到我們兩個來交新車 我們這次來 Toyota的文山 營業所 營業所來交我們新車 Yaris Cross Crossover Crossover 沒錯 對 我其實非常的興奮 因為其實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對比 上一集我們是去MG交ZS 然後這次交Yaris的 其他就是同級距的車款 競爭對手 對 可以這樣講嗎 對不對 可以啊 喔 可以啊 好 欸 應該要道歉 照慣例要 又要道歉嗎 我們又要第二次道歉嗎 觀眾點進來沒有看到 小師老闆 點進來又看到我們真的很不好意思 再道歉一次 不好意思 SIMOSE 好 再一次 遮起來 沒有胸部可以知道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進去找我們的服務專員 服務專員 欸 服務專員 看車吧 那我們先進去看車 我們進去看車 沒錯 我們期待一下 OK Let's go 哇塞 然後進來看到就是 大燈它是用LED的 然後它這個燈條應該是方向燈吧 它不是日行燈 對 然後前面它沒有配那個前五燈 它車頭的樣式我覺得 蠻像RAV4的縮小版 RAV2 RAV4 對 變RAV2了縮小版 門全是做這種 中色削銷的 它這樣看起來其實蠻好看的 10寸的 17寸的 17寸的 對啊 等一下我們是買70萬的庫洞版 好不好 中間的 高階是 高階 頂規版 不是 不能這樣講 你要講它是什麼版 超安版 然後內裝的話其實我覺得 我第一眼看 蠻精緻的 它的這個 裝控台 它是有做雙 雙材質的 它有包皮耶 對 它有包皮 我們這個沒有那個 新架 頂規材 頂規 然後我們這個是 手動的 高階有那個嗎 有 電動的 電尾的 你怎麼知道 那我做龍客 真的假的 對 對 欸 太太太 你來看一下 很深耶 哎呦 深耶 這很深耶 你要不要上去看 我可以嗎 它的這個 後面後車廂的空間 其實很大我覺得 而且它可以這樣子 它也是可以這樣子 我可以下沉的嗎 對 下沉 那就跟ZS 喔 欸 不要講 霧 請霧說出 哇 欸 這個 怎樣 這個空間我騎 在CUV我是蠻滿意的 蠻大的 欸 它沒有那一個 一個杖板 對 它就沒有 那這樣子 這個應該也是可以放 這邊是可以加裝那個啦 就是後車廂折板 它有預留 可以 可以自己加裝 它聽到我說蠻大的 但是它這邊有一個 蠻大的 蠻大的落差 沒有喔 你把這個拉起來 喔 板子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喔 有啦 那蠻平的 人家其實是很平的 很平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很平的 尾燈就是Raffle 它這次做的這個 尾燈啊 其實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就是做的有點像 那種LOB的 欸 你看 你把這邊遮起來 這有點像NX欸 喔 對 NX 有一點像 有點像NX欸 這邊 這個地方 對 然後形有點像 然後 一瓶 你看一下 這個門板 其實我自己是蠻 蠻滿意的啦 因為它有做鋼琴烤漆 沒有 像以前就是 這種塑料板 然後直接一瓶 欸 真的欸 對 它是有一樣做雙材質 然後皮 然後鋼琴烤漆 這樣質感是蠻加分的 因為有一些這個 前門跟後門 可能後門會 材質沒那麼好 但是它這個材質還 跟前面好像一樣 有一些會投掉對不對 有一些會 對 會不見 這個會比較連接 就變成 可能變成塑膠這樣 對對對 對 然後我記得它的椅子 好像可以調整吧 喔 對 你看這是低段 這樣比較正一點 比較挺一點 空間大概是這樣 兩個拳頭吧 多高 我173 上面有兩個拳頭 完蛋了 然後它可以再 往下一層 就比較 比較躺 就可以做比較藍 藍一點 脫條一下 上下 兩項而已 只有上下而已 那我再去坐後面 YES 喔 你看 我如果調我的 前面調整我的座椅 這邊變超級大 對啊 你看 可以跪腳耶 阿嬤跪腳耶 但是 它這邊 它那個地圖帶子 有一邊用 對啊 被偷了 偷什麼 偷油塔 不要偷耶 這邊沒有 這樣我坐在左邊的 會迷路耶 沒有地圖可以看 比農面 東京 對 然後它中間沒有那個 自背架的那個 中央扶手 好像要比較高 再上去的那個規格 才會有 不確定啊 零規的 我剛剛 出門前我有做功課 我也有做一下 現在好像都是黑頂棚 你看一下 欸我超喜歡黑頂 蠻帥的 欸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請 我們的 業代 張志成 摩斯千七 我們來請他 幫我們 介紹一下 我們沒有看到的地方 或是一些比較特別的 東西 我們來請他 幫忙介紹一下 歡迎志成 志成 張志成 謝謝大家 好來我來幫你們做 更進一步車子的 介紹跟講解 好 我們的這台車啊 它現在所用的是 i-KIM 一樣的實施動 人家看到按鍵 想說 欸 我的鎖門鍵呢 對不對 欸不見了 沒有 鎖門鍵就是 Toyota Mark 真的假的 加一下 對 卡在陪關了 然後解鎖線 才會在下面 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設計 教你們一些駕駛座的 一些操作方式 好 按這個 這麼難 然後像這邊的話 我們有什麼 後霧燈 壓下去的話 它會出現後霧燈 跟我們的遠光燈 自動切換系統 我們現在大燈 都是屬於 用Auto的方式 只要你有開遠光燈 切換系統的話 它只要參差到前面有車子 或對象有差 就會變成靜光燈 沒有車的話 就會變成遠光燈 你這樣在開車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去閃到對方 OK 好 那我現在做副駕駛座 我們還有其他一些 中間的操作方式 幫你做講解 好 麻煩你 發動嗎 好 來 不用發動 這樣我們腳踩 駕駛是按圓圈圈的話 就會發動 你這個只要壓上去 再打開的話 它就是開烘火 對 按兩下它就是烘火 對 就是我們一般的開烘火 時間 日期 HELLO 哪個門沒關好 它都會幫你做出現 在我們的儀標版資訊簿上面的話 它有瞬間油耗跟平均油耗 幫你做顯示 再來的話就是 可行駛里程 油都幫你們加滿 哇 謝謝 所以赤銅油 大概平均可以行駛478公里 但是478公里 會依照你的開車的模式下去 做調整 如果說你今天都在怠速啦 吹冷氣的話 它的行駛里程就會掉得很快 因為我們平均油耗低 對 如果你今天跑高速公路的話 它的行駛里程就會 平均油耗高的時候 它的行駛里程 有時候反而會增加 不會減少 對所以它就是依我們的 平均油耗下去做計算 再來的話 這個就是車道偏移系統了 只要你的車子有點偏左或偏用 時速60公里以上的時候 切換車道一定要打方向燈 不然你的方向盤會幫你做轉移 讓你盡量的往內 不讓你往外偏 為什麼要時速60公里以上呢 它才會作動 如果時速60公里以下 很容易就作動的話 我們一般去屋來 陽明山 都是山路 你覺得我們有可能開到路中間嗎 它就比較不方便 對比較不方便 它就會一直幫你做 拉扯的動作 會讓你更難開 所以它要時速60公里以上 它才會作作動 了解 好 再往下 4個輪胎的胎壓棒棒速 因為我們在測試 新型車 9公里 待會你們開回去之後 它只要偵測到胎壓的 那個輪胎的棒速之後 它就會跳出來了 懂 所以它不只只有燈 給你做顯示之外 它還有 數字 可以跟你做顯示 再來的話就是無信息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亮燈啊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 一個關係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去看 不用在那邊猜啦 猜說這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自然會告訴你說 是油量不足 胎壓不足 或者是引擎有問題 它這個地方都會 直接寫出來 告訴你 對 是的 所以這個 不要小看這個資訊目 它這個資訊目 它的一些功能 看見是很多的 你都可以去做使用 對我們這台車啊 如果今天前方的車子 已經啟動了 對 你的車還在原地 它會啟出 啟出警示衣提醒你 就叫你要跟上去的 後面人就不會一直按喇叭了 對 有時候等紅綠燈 大家開車在外面 都有遇到過嘛 來再來最下面 通知日期 我們可以設定什麼 生日啊 日期保養時間啊 我們都可以去做設定 對 就可以幫你做提醒 紀念日啊 驗車日啊 喔這很方便 對 變成說你都不會 完全都不會有忘記 對 來第一個 你猜一下 這個是誰的 這個是老闆的 對 沒錯 怎麼那麼貼心啊 9月28 老闆就喜歡這種小小的車 對 不管這種車啊 以後賣給誰 9月28 或是你們繼續開 9月28一開就知道 20小時生日到了 對 沒有錯 所以這些都可以做設定 跟你們做提醒 就有點類似那種 手機的備忘錄 對對對 沒有錯 車輛的設定也是 前方的攝影鏡頭 也可以做設定 門鎖也可以做設定 車速連動門鎖 或排檔連動門鎖 排檔連動門鎖解除 就像我們 我們現在車的設計是 你車子開出去的時候 時速大概15到20公里的時候 它就會鎖門了 打到P檔之後 熄火它就會開鎖了 你也可以選擇說 你要打P檔就解鎖 打D檔就開鎖 對這邊就可以 直接做設定了 所以它很多 車子功能的設定啊 其實從我們這個 小小的標版尼裡面啊 它都也可以做 自定義的東西很多 自定義的東西很多 對 一般車子都要什麼 什麼回公司 什麼插電腦啊 什麼的也不一定會有 可是這台車的話 就會幫你在一般車中間 你就可以自己去 去做你自己想要的設定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 跟車系統啊 這就是我們的 ACC跟車系統 對 當我們今天開到 我們一樣的速度的時候 你壓下去 它這邊定速燈 它就會亮 對 亮的話 時速開到100公里的時候 按SET SET成功的時候 它旁邊就會出現 SET鍵 對 你就可以跟著 前面車子的速度跑 我們這台車的定速啊 是30到125公里 對它是屬於全速率的HC 對沒錯 所以它變成說 沿低速的時候 塞車的時候你都可以用 那大致上這邊 還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目前還OK 還OK 對 好 那我們繼續囉 OK 來 我們這台車是一位 是中間版的等級 所以我們 它沒有恆溫空調的設計 可是它這個面板設計的 跟恆溫空調很像 很像 對很像 不知道的 它以為是有恆溫的 它有一個Max Code Max Code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覺得冷氣不夠強的話 你壓下去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 調到最強跟最冷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手動去調整 我們要躲冷 與風量的大跟小 這邊都可以做選擇 好 再來的話 它的排檔的部分 全車系標配 1500cc的車型 電子式手煞車 電子式 喔喔喔喔喔 而且它這個電子式手煞車啊 它是 Smart 電子式手煞車 怎麼說 好 你今天沒有新安全帶的情況下 你腳踩煞車打低檔 現在是腳踩煞車 對 腳踩煞車打低檔 它不會自動幫你解除 你一定要手去壓 好有有 對然後手再拉 對 有 它才會做解除 好來 你現在現在上安全帶了嗎 對 我只要把檔位打到R檔 你腳放開 它一樣會幫你鎖住 那時候你只要進踩油門 它就會往後滑 就會往後滑 對沒有錯 通力也是 而且你在低速行駛的時候 它會出現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符號 你有沒有忘記說 你的時候放上盤 不知道打到哪邊去 喔喔喔喔 挺好吃的時候就會 滿厲害的 低速的時候才會出現喔 低速移動的時候它也會出現 不然你有時候挺個車 你的方案盤 到底是打到左邊 還是打到右邊 你會不會搞混 對 沒有錯 它都會貼心的告訴你 也R檔的時候也都會做出現 它這九順組主機啊 它裡面還內建 Apple Cuck 這個Engel Auto 它的使用方式很簡單 這個地方往下搬 現在都是Top 7的頭了 因為你也知道USB要被淘汰了 對 所以自己的 其實它的TA就是蠻 感覺就是很熟年輕人 年輕人的路線 因為年輕人要什麼東西 基本上它都給了 黑頂棚Type C CarPlay都有 接下來就是您再回去 在開的時候 到時候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以再歡迎 速度跟我電話保持聯繫 OK好沒問題 好謝謝你們了 謝謝 謝謝製程 MID 對 一般版是MID的 它沒有紙紛式的 對 然後 再來就是 車頂架電尾門 然後它還有盲點跟RCP 它有那個紙紙 對對對 它這邊是做這個 銀色的後下 副板 然後前面也有 多銀石 它有多一個銀石條 對 真的是銀石的一個紙紙 然後它有一個霧燈 對 它有多霧燈 它在車上就有霧燈了 這個就是82萬的超玩版 是 欸我們出來了 YA 要回家了 今天換你開啦 沒錯 但是我其實第一個就想講到 你有沒有 那你覺得它 不要不要我不要這樣講 那你覺得它的方向盤是不是 方向盤很細 然後它的材質 我覺得 跟這個一樣 跟這面板是一樣的材質 其實它那個有點像那種 破車嗎 可以這樣講嗎 不要不要我不要這樣講 呃 廉價感啊 說真的 對 而且它的 其實它的排檔頭 排檔頭 質感我覺得也沒有 沒有到很好 但我覺得倒是還好 倒是 倒是還好 倒是搖零 欸不可以玩幹化街喔 那你現在 目前開到現在 你覺得呢 我覺得它的乘坐的 駕車視角蠻好的 喔對 它因為它是比較休旅嗎 對 偏跨界 CUV 對 所以它的視角比 以前的壓迷池是好 蠻多的 然後它的油門 踩 踩它的感覺是比較厚的 它踩比較深 踩不深 就是它是比較厚的 可能踩一點點 它就有感覺的那種 其實我蠻喜歡它的這個 螢幕顯示的 你說人氣的那個 顯示幕 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就是因為以前通常都是做三個圓形 轉的 然後其實它做這樣子 蠻像那種很溫空調的 雖然它不是很溫空調 對 它其實這邊很漂亮 對 我很喜歡這裡 而且它這個是有點軟皮 就是邊一層小皮在上面 對 那你覺得它椅子坐起來都很重要 椅子坐起來的話 一樣是偏厚 然後大腿有包覆 旁邊側腰有包覆 床坐起來還算可以 不會偏軟 有支撐性的 然後有厚度的 我覺得它有擺脫廉價的感覺 有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它沒有那個 傳統的那種手煞車 它真的終於改掉了 你不覺得只要有傳統手煞車真的是 就會變成沒有那麼高級的感覺 然後它又加黑頂棚 黑頂棚其實算蠻少見的 在TOYOTA 有些車款才會出黑頂啦 但我覺得它這次出黑頂 我自己是 因為我個人其實就蠻喜歡黑頂棚 因為如果是那種米色的話 會覺得有點老 比較年輕一點 年輕化一點 車內空間 還不錯啦 我覺得很大耶 你看我做副駕 你看我的腳 可以伸直 這樣子耶 可以伸直耶 它這個打開的時候 還差得遠耶 這其實蠻深的 因為這台車真的是縮小版的Rawful 真的頭真的長得一樣 旁邊就有一台Rawful 就是我們是縮小版的 縮小版的 欸你現在在路上有看到這個了嗎 我還沒看過 他們第一批已經陸續交車了 真的喔 而且我覺得它雖然說是小車 但是其實蠻大的 對 因為我看它大不大其實就是我們兩個 有沒有辦法一起用這個 中間扶手 如果我們可以一起用 就代表這個車其實算很大 因為有些車很小的話 這個會做超小的 然後只要這邊一小 感覺就超陽春 但是我覺得這台車不會耶 這台車這邊看起來算蠻高級的 其實我有看得出來 它很想要做的不要那麼陽春 因為以前TOYOTA都會給人一種 陽春的感覺 對它這一次 光是它那個門板後面還留著 就覺得哇 進步 算進步嘛 算還不錯 它這次有配車沒事喔 車沒事啊 車有事 車沒事啊 有事沒事 找車沒事 欸我現在這種路可以用配CC嗎 可以啊 有嗎 有感覺到嗎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煞車力道 會不會很急促的那種 嗯 噢 其實有一點 噢 其實有一點 噢 噢 很大力很大力 有一點大力 我坐的旁邊都有覺得 它跟著有點 煞得有點急促 噢 會點頭耶 你開到這邊頭也開始點 蛋薄 對啊 蛋薄 我覺得它的椅子的質感沒有很好 可能要高階一點的 還有車線這個就還好 它現在這裡就是全屏的那種 真的 就是看起來就普通啊 如果有縫線的話 感覺就會再高級一點的 對 質感上面會再加多 就是它其實我覺得這個椅面有點短 椅面有點短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做久了 你會有一種懸空的感覺 對 它椅子設計比較小耶 對 其實我覺得 我有點瞧不到一個舒服的姿勢耶 被你這樣一講我就會覺得 被我不行 你不可以被我一講 被你一講我就會覺得 椅面好小喔 它椅子很短喔 就是很空喔 腿部這個支撐沒有支撐到 還是我們太大支了 因為我剛才講的腿部支撐是 是側邊 大腿 你是指左右兩邊的寬度 只是這個左右的支撐 但是我覺得這台車比Cross好看 我覺得這台新的比較好看 屁股了 車型又更Ready 原本CC的那個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像趴趴熊 想睡覺的那種變 你說尾燈嗎 對 尾燈像趴趴熊 然後這一代比較有精神 好 我現在打開ACC更測一下 可是我現在是用最近的距離 嗯 感覺一下它的煞車啊 來囉 來了 來了 煞了 這是它煞的還是你煞 它煞的還是它煞的 我現在完全不懂 走了一下 其實最後那一下是還OK 它在前面會現預煞 嗯 預煞的力道我一直覺得蠻大的 蠻大的 蠻大的 我也覺得 就是它沒有一個線性感 嗯 它不是這樣慢慢的這樣踩下去 它是有點 很大力耶 這樣 這樣點點點點 點放點放彈的感覺 然後力道稍微偏大一點 但最後那一下不會到那種 嗯 稍微點頭而已 對 最後一下力道就沒有大 我覺得還OK啦 只是前面的時候會有點怕 好像點放點放 不知道到底煞不煞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車都這樣 其實應該是上市MG表現的比較好 所以會覺得說 現在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現在它的儀表就會顯示 維持停車鐘 然後我們打開看前面那台車走了以後 你可能要輕點一下煞車 它會嗶嗶嗶提醒說你要走了 起步的時候還是要靠自己腳再踩一下 輕點油門它才會啟動 那你覺得它爬坡的力道咧 偏弱 因為它馬力其實沒有到很大 記得才100...106匹吧 其他都有120匹的感覺 對 它的競爭對手 你看 鞋車進來了 有煞車 它自己會煞 有煞車 我晃一下好了 然後你晃 很晃 哇 就是 就是TOYOTA TOYOTA CC的感覺 有點CC的感覺 對 這台車不適合機類操駕 有市區頻度看 對 因為其實它這樣懸吊也算高 因為它是CE51了 其實懸吊就這樣 其實它就是符合大部分想要 該我再講什麼 我再講一次 其實它就是符合大部分人 我為什麼這句話講不好 我說這台車就是其實它符合大部分人 會想要的車子 中中的感覺 中庸啊 有點像玩線上遊戲 能力值全部點平均的感覺 對 它也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地方 現在是它開嗎 對 那你有感覺到它在幫你輔助你的方向嗎 它會叫耶 它是警示 它警示而已嗎 對 它那個回正的力道沒有到很大 所以它有幫你回正 有 但是沒有力道沒有很那種硬車的感覺 就是輕輕的 提醒你說你開歪了 對 然後它主要是靠後面的警示 已經去跟你講說 你超過那個車道 偏離車道了 嗯 開起來的路感 路感其實我覺得算 還算蠻清晰的 清晰嗎 對啊 我覺得蠻清晰的 真的假的 就是以這種 這種 車型來說的話 那你覺得它方向盤的那個指向呢 可是算蠻準的啊 就是 要走哪 走哪 走哪 然後它地震啊 底盤啊 都是走舒適的 很大聲耶 引擎很大聲 加速比較多 好那我就總結一下我開起來的感覺 方向盤操控其實蠻準的 然後回饋感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啦 就是不會太輕也不會太重 偏紮實 然後 路感的話 我也是蠻喜歡的 宣調的部分啦 舒適 然後路感又清晰 然後總結的話 我 自己是蠻喜歡這台車的 嗯 不管它的品牌 這台車的整體設計 都偏年輕 特別就喜歡這個 冷氣顯示 顯示的那個面板 我特別喜歡 對啊 然後七幾萬 七十五萬 你可以買到這種感覺 陽晴烤漆 液材質拼接 整體內裝我是覺得很滿意啦 蠻符合它這個價格 就是已經有超出這個價格 對它的期待 那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訂閱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留言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訂閱 什麼 訂閱 訂閱 讚 masculinity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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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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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幹 欸 那頂規的有嗎 我記得好像全部都要選配 全部都選配 雖然我們這台車沒有選配倒車顯影 對 它這個沒有倒車顯影 我剛才還看了一下螢幕 怎麼還沒跳出來 沒有倒車顯影 有點可怕 今天雷達有嗎 我看一下 沒有 絕對沒有 好可怕 你小心一點 但是它時間有調整 時間有調好 老闆最在意的時間有調整 小細節 小細節 它有顧到 哈囉 先清車回來 欸 不好意思 我想要顧車一下 我以為是CC欸 靠腰 不是RAV4 想要顧車一下欸 顧車喔 顧車比我會 一落地打八折啊 看多少轉自己打這樣就好了 75萬打八折 對啊 355 真的假的啦 這麼狠喔 太便宜了啦 我才開了24公里 可以顧到 不然你開245一樣這個價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Hoda Best is what suits you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Hoda-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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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Hoda-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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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da-S3